高铁内部员工爆料说一名资深列车长疑似酒后上工 在服刑之前还意图规避走策 负责监督的调派员疑似配合放水 在事件曝光之后 台湾高铁表示调查属实 针对此重大危机事件 内部已经对相关的失职人员提报惩处 高铁强调将会持续的加强查核 也将通盘检视作业流程 但学者认为除了内部的监督之外 应该还要有上级机关抽查 才能够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高铁列车长是列车上除了驾驶以外 相当重要的行车人员 但现在却传出有资深列车长疑似走后上工 扶勤前还意图规避走策 而负责监督的调派员还疑似配合放水 我一二三都要搭高铁 但这样我会有点紧张 担心当然一定会 因为也许也是单一事件 也不能说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根据铁路法规定 驾驶和列车长执行勤务前 得先酒册两血压 酒册逐为零才可以执勤 如果系统判定没有通过 就不得领取勤务用品 更别说上车执勤了 对此高铁回应 接获举报后查证述师 针对重大危机事件 内部已对相关失职人员提报惩处 异公司奖程程序作业 不过有学者认为内部监督之外 应该还要有上级机关抽查 那除非你有外部的机制监督 怎么去做这个有效的去机查 主管单位去伤脑筋呢 这回被爆出行车人员 疑似规避酒册 台湾高铁强调 将持续加强现场查核 落实勤前酒册外 也将通盘检视作业流程 杜绝类似案件发生 据者做报道